我年年不忘的瓦街摩托雞飯 終於回來了 自從8月3號起 瓦街12之間成為全澳門都街之汗文的茶几 在沒得吃摩托雞飯之後的第14天 他終於重新開了 第一時間,當然是來會一會我的老朋友 現在為了到全街的瓦街飯 我是非常之合適 一家四口過來撐一撐都吃他的 雖然,近幾年的水準都是差一點的 但都不敢我對他的意外 大熱天時 當然是馬上來個黑瓷奶茶共和溫 那些黑瓷其實是蓮蓉粉 冰冰涼涼再混合凍奶茶 街鼠是一流的 然後就是這個鎮店之寶 摩托雞扒飯 幾多人對瓦街的忠心 都是因為這個澳門限定的摩托雞飯 大大一塊的雞扒 是可以煎到它的皮膠得來 又好過是死托肉汁 這個摩托汁本身也大有少少辣 再配搭上這個用黃薑炒了底 都會有少少辣的黃飯 還有少少提子乾 和火腿肉就點絕 一口咬下去 是有四層的口頸 真是滿足各位寵寵 口味人士的水喬 同時呢,我們又叫焗骨飯 雖然它也是這裡的招牌之一 但吃下去... 真的沒什麼頭牌的感覺 叫做不錯啦 不說那麼多了 我吃完還要過水坑尾那邊 驗一下筆直 這些東西 怎麼會不記得啊 你說是不是 咦 咦 咦